提到大汉王朝,很多人会想到两个鼎鼎大名的历史人物,一个是汉武帝刘彻,另一个就是抗击匈奴的票旗将军霍曲柄。 霍曲柄年仅19岁的时候,亲自指挥河西之战,他率领大军歼灭和俘虏了河西匈奴数十万人,最终占领并打通了河西走廊,以及各个西域要道。 河西走廊归属汉帝国后,汉武帝决定在此地设立四军,因为霍曲柄功劳很大,再加上此地必须要对匈奴产生震慑作用。 所以,汉武帝特地让他为河西四军取四个名字,霍曲柄接受圣宠,给占领的四个城镇取了新的名字。 这四个城镇被命名之后,数千年从未改名,一直沿用到了今天。 那么,这四座城池分别都是如今的哪里呢? 起的新名字有何含义呢? 下面带大家详细了解。 根据我们通常的认知,游牧民族就是在广袤的草原上四处游荡,自由自在,但是在现实中却并非如此。 游牧民族并不是真正的自由自在,他们有着自己的迁移路线和中心城镇。 游牧民族游牧为生,其最为重要的依靠便是水源与贸易的交换据点,这些都促使着城镇的形成。 在广袤草原上非常缺水,水源是游牧民族最重要的基础资源。 所以,在世界上,游牧民族都是围绕着水源来回迁徙。 而且,作为游牧民族,也需要进行商品的交易,也需要购买一些必需品。 所以,在水源充沛,适合贸易的地区,就形成了游牧民族的城镇。 在匈牧曾经控制的西域地区,有四个城镇至关重要。 这四个城镇是连接整个西域的重要据点,也是匈牧势力最为密集的四个据点。 这四个城镇被匈牧人占据时间很长,在当时以燕之山和麒连山作为一个屏障,但是获居并通过不断地突袭。 把燕之山和麒连山周围的驻防军队体系全部打乱,最终导致整个燕之山与麒连山失去了防务功能。 然后,接二连三的城镇也被获去并占领。 根据汉书中的记载,当时获居并率领部队穿越燕之山,深入敌后千里。 所以,匈牧在他们的歌谣中便留下了这样的歌词。 使我燕之山,使我妇女无颜色。 使我麒连山,使我六处不繁兮。 妇女无颜色的意思是,因为商贸据点被打掉了,妇女难以通过城镇购买化妆品。 六处不繁兮的意思是,因为重要的水源地区被控制,牲畜得不到足够的水源,生长与繁衍就会受到影响。 所以重要据点的失去,是匈奴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。 当汉朝把这四个城镇占领之后,经过修缮和改造,就变成了汉朝重要的贸易基地与防守要塞。 而且这四个城镇,无论哪一个受到攻击,其他的城镇都会进行快速支援。 获去并取名城镇之一,九泉。 每当中国有重要的航空航天任务的时候,我们总会听到一个地方的名字,九泉。 其实,关于九泉有一个比较有趣的历史故事。 根据汉书中的记载,获去并大胜,五帝赏美酒,因酒少兵多,获去并爱兵如子,虽将酒倾入泉中,视为九泉。 九泉是一个美丽的名字,相传,这里有一口神奇的泉眼,一出来的水,竟然像酒一般,醇厚回甘,让人神往。 九泉不光有酒,还有极致的风景,谁不相貌明沙山,月牙泉。 当我们身处,这一片绿洲的时候,都会发自内心地感激老祖宗,为后辈们打下的,这一片江山。 九不醉人,人自醉。九泉,仅仅这个名字,亦让人深深地陶醉。 获去并取名城镇之二,五威。 除了九泉,五威也跟获去并有很大的关系。 根据汉书中的记载,在获去并打下五威这个城镇之后,他想要命名,却一时想不出好的名字。 这个时候,汉军中一个军师便提议说,将军武功卓绝,军威传遍西域,不如就叫五威吧。 五威这个地方,是史书中的梁州。 护去并为了彰显大汉帝国军队的武功军威,因此取名五威。 这一再让后人永远记住大汉帝国的功勋。 这里的石窟,庙宇,圣僧,让这一座城镇充满了人情,人文和佛祖的光芒。 五威有着中国石窟鼻祖,天梯山石窟,另外还有佛教明僧, 纠摩罗神,儒家圣祖的孔庙,以及文昌宫。 护去并取名城镇之三,张叶。 张叶地区有重要的水源,是一个适合发展的绿洲地区。 根据汉书中的记载,护去并在打下这个地区之后,就把这个地区命名为张叶。 只是因为,这个地区原来有一个国家,叫张国。 这个地区正好在张国的南部,就像在张国的业下,所以被护去并命名为张叶。 张叶是新亚欧大陆桥的要导,是千古名城和旅游圣地。 提起张叶,人们总会说,金张叶,银武威。 这是因为在张叶城中,有全国第二大内陆河,黑河贯穿全境, 让张叶成为当地的粮食产业大户。 其粮食产能,不光可以满足周边的居民, 甚至还可以作为历代王朝的军需粮仓。 张叶从诞生之日起,就肩负着国之重责。 张叶水草丰美,遍地甘泉。 当年大跃之远顿漠北,就是在这里安营扎寨,然后发展生计。 因为富饶,所以他经常被人们抢夺。 归入汉朝之后,张叶成了天然的粮仓。 即便是乱世,他也能独善其身。 正所谓天下扰乱,为何惜独安。 这是他的幸运,也是万千子民之姓。 获去并取名城镇之寺,灯黄。 在西域的这四个城镇之中,灯黄的名字是最好听的, 同时也是寓意最好的名字。 根据《汉书地理之》中的记载, 当获去并打下灯黄地区的时候, 他看见如此大的绿洲地区,十分兴奋。 所以,便取名为灯黄,意思就是大而繁盛。 就在当时,灯黄地区确实是河西地区最大的一块绿洲, 因此取灯黄之名,实至名归。 灯黄隶属于九泉,但又是个独立的城镇。 无论是九泉,还是灯黄, 都是河西走廊上风景最美丽的地方。 有人说,甘肃一半的风景,都在九泉, 而灯黄则位于九泉的西部, 这里有世界罕见的墨高窟, 高达七百多处的洞窑, 每一处都有独特的风景。 佛有千面,而灯黄也有千面, 花云满天都不及灯黄壁画的万分之一。 壁画之上是绝美的世界, 神女漫舞歌舞管乐,人间极乐。 综上所述,这四个城镇从汉朝之后, 就是西域交通要道上的重镇。 一方面,这四个城镇是商贸上的重要节点, 另一方面,也是边关上的重要军事要塞。 中原盲朝的统治者, 只要把握住这四个绿洲地区, 就能牢牢地控制住整个河西走廊。 所以这四个重镇, 对于中原盲朝来说,至关重要。 获取并占据这四座城镇, 并且给他们分别启名为九泉、 武威、张业、敦煌。 这四个城镇从汉朝开始一直没有更改名字, 这其实也是后人对这位汉朝名将的一份尊重和敬意。 造成小镇 卖四个城镇 卖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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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